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oenglish.me 让我们一起学最地道的美语来表达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比如 校园生活 派对 友谊 信仰 爱情 运动 动物与自然等等 72个生活场景 三种美语难度级别 让你了解美国文化 免费提供课程下载 配有趣味游戏 语言识别等技术 练习情景对话 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结交一起学美语的朋友 写美语博客 以互动的方式 快乐地学习地道美语 赶快登陆 www.goenglish.me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时间到博士 欢迎做客时时大家谈 谢谢您邀请 美国的新闻周刊 在10月底发表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翻译成中文 大意思就是说 所有你关于中国的 那个了解都是错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标题 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 不过说明一个现象 就是说 的确就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有很多 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就是有些看法 其实是不对的 我知道您正在写 有关这方的文章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 有关中国经济 最常见的一些错误的 看法是什么呢 好的 为什么有这些错误的看法呢 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的话 远远的超过人们 对中国理解的速度 当一个新兴的国家崛起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这个人 他的崛起的过程 是很明显的 最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也就是在今后的三十年 会和过去的三十年一样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理解中国的话 1979年和2009年 是天壤之别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2009年和2030年之间的区别 会有多大呢 那么看看中国过去 三十年的发生的变化 但是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今后的三十年 还会有同样的变化呢 这是说不定的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 就是说 在2009年 全球经济都遭受 这个金融危机的重创 但是中国呢 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虽然经济的发展有所减速 但是还是保持 8%的一个经济增长 很多人因此就认为说 实际上中国成为 推动全球经济的 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这种看法对吗 不对 那么这 介于你是怎么样给经济增长 做下一个定义的 我们就以这个全民生长总值 作为一个总的指标 也就是GDP 比如说是出口呢 是一个证数 进口呢 是一个附属 那好 中国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呢 也就是把出口呢 就是的价值呢 要定得比进口的这个价值要高 如果你用GDP来衡量 经济增长的话 那么中国呢 实际上呢 就是把世界各地的 这个增长呢 就拿到了中国自己国内 那么这就是贸易顺差的定义了 这个看法跟很多人的都很不一样 不过有一点就是说 的确是就是说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的出口呢 的确是 就好像是把 其他国家的增长 拉到中国方面 不过中国最近呢 就是由于这个外需 减弱很厉害 就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呢 外需那个 非常的疲软 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也采取很多 就是拉动内需的一些措施 你觉得这些措施 是不是在起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内需 就看你用什么这个角度来观察了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在这个危机 这个大环境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内的需求的话 实际上是表现良好的 就和美国的这个 美国现在的这个国内需求 但是你看到 中国经济结构的这个改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消费呢 却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重要 中国的消费者来说的话 还做得不错 但是呢 就是整个的中国这个消费的话 就是和 就是投资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居于其次的 那么这也是政府 在这方面的 就是起主导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我们 在这方面就是说 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中 有所争议的地方 那么你光看 就是中国消费者 他们怎么样了吗 但是如果你看到 中国这个投资的话 我觉得这个投资 有完全过热的这些现象 谈到这个出口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看法 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就是说出口 对于推动中国经济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在您看来 是这样的吗 就是推动中国经济 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什么呢 不是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驱动力 实际上主要是来自于投资 长期以来都是如此 人们这方面的有所 就是说混淆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长矛 这个长矛的这个矛头 矛头和这个就是矛杆的话 那么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了 中国出口的 那么这些就是大赚钱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来自于就是出口 但是呢 以这个为支持的呢 实际上是这个长矛的这个毛笔 那就是他们的中国的这个投资 那么再谈到 中国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话 那么出口行业应该说是最高的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而是由于投资所引起而推动的 如果你在看中国的GDP的这个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来自于投资 而不是来自于出口 人们因为就是认为 对